一些股票来说的话 其实会发现 像这种所谓的航空股之前 一直提到说 它好像有点推不太动的这种迹象 那加上现在疫情这边 好像又有点让人家产生疑虑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那当然会有可能回档 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股票 其实理论上 它的一个 就像今天的一个长荣跟华航一样 才一盘中的一击杀 像长荣行也是一样 盘中的一击杀 马上点到了一个基线的支撑之后 马上就快速收缴 也就是说 这边虽然它短期看起来 有点看似要转弱的迹象 但是问题是 它的下面的一个空间 离支撑的部分都太近了 没有太多的一个空间 所以它不至于 它只能说算是一个修正 它不太容易出现一个 比较大幅性的一个回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其实即使像这些 看似可以做空的股票 但你只能短打去因应而已 你没有办法说 我这边它开始要波段起跌了 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空单的操作 事实上是不容易的 所以其实整体的整个大氛围来讲 还是比较属于多头的一个趋势跟架构 所以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难免会去受到短线上的盘面的影响 但是整个的一个趋势跟整个时间来说 都还是对于做多会比较有利的一个情形之下 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呢 其实既然操作股票就是 既然进来这个金融市场 我觉得它就不可能出现 就是说你进来你完全就是 每一次的出手 不管你想的再多 做了再多的功课 它都能够照你的 完完全全照你的预期去发展 你有可能会就是遇到不如预期的状况 你有可能会买错股票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去面临到一个 所谓的伤害的一个处理 那伤害处理的好跟处理的不好 其实就会差距非常的大 那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 就是一般无风无雨的时候 是看不出来你的这种处理的能力 那必须要借由一些事件的一些冲击 跟一些 一些环境的一些因素 才能够让你去测试说 例如说像今天这种状况 你能不能很冷静的 先去做一个客观的合理的推估 跟一个判断跟解读 然后呢 再好好的去检视你手上的这样子的 一个股票的一个条件 需不需要去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如果需要停损 它是现在在最恐慌的时候 你要去杀低吗 还是说我可以依照技术面的操作 等到它反弹上来的时候 我可以赔少一点的时候 我再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去让整个的伤害控制 在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去离场 去退场 那再怎么样都会比你在最恐慌的时候 在盘面出现就是说 这种不理性的下跌的时候 去乱杀股票 那这是最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那当然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件好事 所以其实伤害的处理跟控制 我觉得它是在整个的一个股市操作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这就要去检视你自己本身 心理的一个 心理的一个 层面的一个素质 到底有没有办法去 去克服这件事情 好那今天来讲就是来到周末 那加上今天盘面 可能就是在讲的时间 稍微有点多了一点 那最后我留一点时间去回答 就是有 有朋友